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多项式函数极值的一阶检定法 学完这个方法后 所有的多项式同学都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找极值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极值的概念 请问图形中 1.哪些点会产生极大值? 2.哪些点会产生极小值? 3.F点会产生极值吗? 解答 第一题,B,D 第二题,C,E 第三题,F点不产生极值 由图可看出 在极大值或极小值发生处 若有切线,切线都是水平的 而F点虽然有水平切线 但却不在F点产生极值 前面影片中曾学过费码定理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如果极值发生的点就是水平切线 但是有水平切线的点不见得会产生极值 就像图中的F点 所以,满足F'等于0的点 只是发生极值的候选人 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函数在 满足F'等于0的点 附近F的地增或地减的情形 来判断是否发生极值 再搭配函数的一阶为分 判断图形的地增或地减 所以此方法就称为 极值的一阶减定法 下面我们来学习这个方法吧 如何判断满足F'等于0的候选人 是否为发生极值的点 我们透过观察下面的图形 图形由左往右 先严格地增再严格地减 刚好在X等于C的左侧 F'大于0 右侧F'小于0 不难发现F'是极大值 那同学思考一下 极小值要如何按照 刚刚的方法讨论 图形由左往右 先严格地减再严格地增 即在X等于C处的左侧 F'小于0 右侧F'大于0 此时F'是极小值 我们把上面所讲的整理如下 多项是函数极值的一阶简定法 设F'为多项式函数 且F'等于0 X等于C的附近满足当X小于C时F'大于0 当X大于C时F'小于0 则F'是极大值 X等于C的附近满足当X小于C时F'小于0 当X大于C时F'大于0 则F'是极小值 下面我们来练习例题吧 例题一 是求函数F'等于X的四次方减4X三次方加3的极值与发生极值的X值 首先 求出F'的导函数 并将其因式分解 得到F'等于4X三次方减12X平方 等于4X平方乘以X减3 同学想一下 这题可能发生极值点的X座标有哪些 就是F'等于0的点 得X等于0或X等于3 将F'的正负情形整理成下表 在X大于3时F为分大于0 图形严格递增 在0与3之间 F'为分小于0 图形严格递减 根据一阶减定法 F'有极小值-24 在X等于0附近 F'为分接小于0 图形严格递减 所以没有极值 最后我们利用电脑绘图 画出F'等于X的四次方减4X三次方加3 同学可以观察图形递增递减的情形 与极小值的点是否跟我们之前讨论符合 前面的影片曾介绍定义在B区间上的多项式函数 1.B区间端点B为极大值或极小值 2.一定有最大值与最小值 再搭配极值的一阶减定法 找出极大值与极小值 则在这些极大值中 最大者就是最大值 极小值中 最小者就是最小值 如此一来 多项式函数就可以在B区间上 找到最大值与最小值 下面我们来练习例题吧 例题2 试求函数F等于X三次方减3X加1 在B区间-3到3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解答 首先求出F的导函数 并将其因式分解 得到F'等于3X平方减3 等于3乘以X加1乘以X减1 F'等于0 得X等于-1或1 再加上B区间-3到3的两个端点 -3与3共4点进行讨论 将F'的正负情形整理成下表 在X等于1附近 当X大于1时 F'大于0 F'严格递增 当X小于1时 F'小于0 F'严格递减 所以F'等于-1为几小值 在X等于-1附近 当X大于-1时 F'小于0 F'严格递减 当X小于-1时 F'大于0 F'严格递增 所以F'-1等于3为极大值 接着考虑 X等于3与X等于-3两个端点 X等于3附近 F'大于0 F'地增 所以F'等于19为极大值 X等于-3附近 F'大于0 F'地增 所以F'-3等于-17为极小值 因此 极大值 F'-1等于3 F'-3等于19 极小值 F'-3等于-17 F'-1等于-1 故最大值为F'-3等于19 最小值F'-3等于-17 最后 我们利用电脑绘图 画出在-3到3之间 F'-X等于X三次方 减3X加1的图形 同学可以观察图形 递增递减的情形 是否跟我们之前讨论符合 多项式函数极值的 一阶简定法 设F'为多项式函数 且F'-C等于0 1.若X等于C的附近 满足当X小于C时 F'-X大于0 当X大于C时 F'-X小于0 则F'-C是极大值 2.若X等于C的附近 满足当X小于C时 F'-X小于0 当X大于C时 F'-X大于0 则F'-C是极小值 定义在B区间上的 多项式函数 1.B区间端点 必为极大值或极小值 2.一定有最大值与最小值 再搭配极值的 一阶简定法 就可以找出 最大值与最小值 下一部影片会介绍 找极值的另一个方法 也会有比较多的练习 欢迎同学 一起来学习哦 1.1.2%的脸 1.1%的脸 2.3%的脸 3.2%的脸 3.1%的脸